最新的连线讯息要来关心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生实不实的风暴 民众党指控是因为会计师端木正落报了款项 而民众党也在今天正式提告 连线记者廖伟宏 好 主播各位观众讯息 大家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近期深陷就是政治现金假账的风波跟疑运 那现在呢 其实党主帮开过成心记者会之后呢 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给了这个会计师端木正 有这个调节账福报账务的问题 那对此呢 今天民众党将由时任的这个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以及民众党的发言人吴一仙 带着这个律师团队是来到了北检 将在十一点的时候来对端木正进行提告 那对此呢 其实今天柯文哲来到中央党部开 类型会议的时候也有最新会议 我们一起来听 我今天要告端木正想好什么策略 干嘛 要什么策略 那现在就是外界认为说 有跟特征组周旋然后全身有推 认为说你惹错人 在台下外界的设计方 我觉得议员说好像就是你有开权签给端木正 你确定是有的确是有开权签给他 让他可以登机对不对 蔡碧有问说你的初心还在吗 立顶的站为什么要拆开报 是要规避监督吗 金华城是不是要接点要 北姐要传唤你了 金华城案 怎么看同志现在被擅自处境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跟您好 其实柯文哲呢 今天来到了中央党部开会的时候呢 面对叶远串的提问 其实他都没有来多做回应 态度看起来是相当的轻松 但是现在外界有一个说法 认为说呢 柯文哲硬要告端木正是惹错了人 因为认为说呢 这个端木正过去曾任这个国保集团的财务长 其实呢 他就是有跟这个特征组周选 然后自己全身而退的这个经验 所以现在外界有传闻认为说 你柯文哲硬要告端木正 到最后会不会真的是惹错了人呢 那对此呢 其实民众党到底有没有什么策略呢 据了解呢 其实民众党有这个关键证据就是在查账的时候 其实端木正就有来亲口证实 说自己有来调节这个账务 所以说呢 他们手握这些证据呢 就会在十一点的时候来到北柬进行提告 以上也是我们掌握到 现在最新的信息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我们的主播